陈梦真实年龄已经31岁,这一月的6月15日就是陈梦的生日。 如今的陈梦依然活跃在女队一线,丝毫没有退役的打算。 王楠是在2008年的奥运会结束之后退役,当时已经30岁了,丁宁是在31岁退役,那已经是刷新了国平女选手退役的记录。 为何女选手都退一早?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要结婚生子考虑个人问题。 可如今的陈梦似乎还有未完成的梦想没有实现,东京奥运会刚刚结束,连陈梦的母亲都表示陈梦要坚持到下届奥运会。 参加完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陈梦都已经32岁了,这在国平也属于女选手当中的高龄选手。 今年是拼赛张一宁,就评价陈梦在这个年龄还能保持这么高的竞技水平,很不容易。 实际上乒乓球圈内人士都知道陈梦已经31岁了,所以张一宁才会表示陈梦在这个年龄能够保持较高竞争力的事情。 当然,饭圈粉丝不会认为陈梦是这个年龄,实际上不光是在乒乓球圈,整个体育圈选手改年龄增加竞争力早就是默认规则。 也不光是陈梦一个人有这种情况。 饭圈粉丝当然搞不懂为什么要改年龄,举个例子你们就清楚了。 就像乒乓球的世青赛就规定20岁以上的选手是不能参赛的,因为这是标准的青少年赛事。 在国外年满20岁就算是成年人了,就不属于是青少年了。 但是如果一个选手改小两岁,那不就能多参加几节世青赛了吗? 今年拿不到冠军,明年继续冲击。 所以,一开始就改小两岁去报名参赛,对于夺得青少年大赛冠军是一个保障。 因为虽然看起来是跟其他选手同名,实际上大两岁力量占有优势,而且比赛经验也更加丰富。 陈梦2007年就进入国拼一直在参加世青赛,宛路队的朱雨林都夺得了世青赛冠军,陈梦还没有拿到。 好不容易连续多年参赛,在2011年夺得了世青赛单打冠军。 根据当时的世青赛参赛规则,陈梦在2012年1月份就不具备参赛资格了,因为当时他已经年满18,实际上当时的陈梦已经19岁,已经是属于超龄选手,只不过年龄改小了之后还适合参赛。 为什么陈梦跟任家伦非常熟呢?因为他们年轻的时候就在一起打过球,几乎算是同时代的选手。 任家伦和陈梦曾经是队友,不是一个时代的选手,不可能这么熟,如果年龄相差,太悬殊,会缺少共同语言。 就像一个中学生是很难跟小学生去有太多语言上的交流,确实不是一个时代的。 前年的时候,陈梦与任家伦一起在青岛当地的少年宫参观,回忆他们小时候的打球岁月。 任家伦的年龄搜索一下,如果他真比陈梦大五岁,是不可能跟陈梦有时空上的交集。 15岁的选手还在打青年赛,10岁的选手还在练基本功,相差五岁的年龄是不可能在一起练球的。 因为训练的强度根本都不一样,只能有一个解释他们属于同时代的选手。 差个两三岁的年龄是正常的,差太多真的会缺少共同语言。 根据资料陈梦五岁打球,任家伦当时都十岁了难道天天跑到少年宫跟陈梦练球吗? 这个年龄是冲击省队的大好时机,正是要出成绩的时候,不可能顿在少年宫的。 这只是想佐证一下,陈梦在国拼的年龄确实比较大了。 同时也说明陈梦的心气还是比较高的,尽管已经无缘成就大满贯了,依然坚持要升加巴黎奥运会。 在有些球迷看来,陈梦应该考虑国拼的梯队建设了。 因为能够取代他的年轻选手大有人在,实际上国内的年轻选手不可能取代陈梦的位置。 只有国际赛场上的年轻选手不断击败陈梦,才能迫使陈梦退役。 如今的陈梦并没有遇到能够威胁到他的外邪年轻选手,所以一直在坚持。 岁月的痕迹虽然留在了陈梦的脸上,但是陈梦的内心依然流淌着年轻的冲动。 想要让陈梦主动退役是不可能的,除非能够把陈梦拉下拼毯。 更何况大气晚成的选手,职业生涯的中前期一直被压制,属于默默无闻的边缘主力。 自从2020年开始,陈梦才被球迷所熟知,属于陈梦的时代这才过了两三年。 所以陈梦当然想继续坚持几年。 毕竟时代说已经出炉了,要是时间特别短暂就有些说不过去了。 陈梦能坚持多长时间谁都很难预料。 有些球迷看到陈梦是拼赛,没有成就大满贯,都劝陈梦退役,赶快寻找个人幸福。 毕竟年龄已经不小了。 实际上,他的粉丝很多也抱有这种想法,不过粉丝或许不清楚,陈梦的幸福早就在国拼里找到了。 已经找到另一半的陈梦,当然会继续留在国拼,因为只有留在国拼才能增进感情。 所以,陈梦会继续打下去,去成就自己职业生涯的记录。 有时候,坚持到最后,年龄大也能够打破记录,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大满贯。 有些粉丝就希望陈梦打到100岁,成为拼弹的寿星选手,确实是个好想法。 在2022年12月,国拼宣布重大决定,王浩成为男拼总教练,马林则担任女拼总教练。 这一决定引发了球迷的热议和对王浩的担忧,因为在男担领域,国拼的接班人并不明确。 相比之下,马林在接手女拼之前,该队一直是无敌的存在,几乎包揽了所有比赛的四强席位。 因此,一些球迷认为马林再次摘桃子了。 在马林担任陈梦的主管教练时,陈梦在东京奥运会上击败孙颖莎夺冠,马林与他兴奋地拥抱在一起。 随后,马林还出现在王一迪的比赛中,成为他的分管教练。 引人猜测,马林或许早就研究过孙颖莎,因此指导陈梦和王一迪都成功击败了对手。 然而,成为女拼总教练后,马林仍然在陈梦、王一迪以及陈信彤、王曼玉等人的比赛中现身场边指导。 然而,五朵金花的成绩并未因此而提升,反而出现了下滑的趋势。 王曼玉明显退步,王一迪连续输给日本选手平音梅雨和早甜希娜。 球迷开始质疑为什么马林作为总教练还要亲自指导比赛,他们想知道这些球员的主管教练在哪里。 马林在场边指导时容易情绪化,这也会影响到球员的发挥。 无论是球员输球还是赢球,马林都会产生明显的情绪反应。 虽然马林是一位优秀的教练,但他并不适合在场边担任指导角色,这给球员增加了很大的压力。 不久前,中国乒乓球队总教练李笋宣布了一项重大决定,其参赛球员的场外指导将由各自的主管教练负责。 这项决定得到了球迷的热烈欢迎和赞同。 他们认为李笋的决定非常正确,球员应该由自己的主管教练来担任场边指导,因为他们更了解球员的弱点和特点,知道如何在比赛中进行调整并取得胜利。 这样一来,国拼内部的比赛,教练也可以在场边及日指导了。 球迷们对此表示非常期待。 在这个决定下,马林可以说是失去了权力。 陈梦和王毅迪对此或许有些遗憾,毕竟马林曾经是他们的主管教练,帮助他们取得了重要的胜利。 然而,球迷普遍认为,这个调整对于国拼整体发展是有益的, 将更加注重球员与主管教练的配合和信任,为球队的未来打下更坚实的基础。 此外,国拼的竞争对手也在不断进步,因此需要不断调整和改进自己的管理方式和训练方法, 以保持其在世界平坛的领先地位。 这个变化也意味着,教练员团队的建设和培养将更加重要, 需要寻找更多独具会演和教练才能的人才,以保证国拼的未来发展。 总的来说,国拼这个决定是具有前瞻性和长远意义的, 也是有益于球队的整体发展的。 综上所述,国拼的重大决定引起了广泛关注。 王浩和马林分别担任男拼和女拼总教练, 而马林在指导角色上受到了质疑和讨论。 球迷们认为作为女队主教练的马林不应该在场边担任指导, 而是应该由球员的主管教练来负责。 球迷们对李笋的决定表示赞同, 并期待着更好的国拼发展。 无论如何,这个决定都将给国拼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, 让我们拭目以待,见证国拼的未来精彩表现。